歡迎收看跟著阿傑走 偽出國旅遊 大家好 我是阿傑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小旅行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台澎金馬 這些離島我到現在目前一個都沒去過 所以我打算來蒐集一下離島的地圖 我們今天挑戰的是用小琉球 我是從台南出發的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想要從台南出發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我這個影片喔 好啦 那我們現在的人就在台南火車站 準備去前往小琉球做一個兩天一夜的旅行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我們的旅程吧 走 好了 我們現在的第一站 我們先從台南然後坐火車做到高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高雄的火車站對面 找那個可以到東港的客運 我做的是高雄客運喔 然後票價是一百二十一塊 那這一趟的車子應該是差不多四十至五十分啦 回到東港 然後還要再走路到坐船的地方 我們現在呢已經到達了這個東港喔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坐船 一樣呢 是不想要自己騎摩托車 到這個小琉球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像我這樣子轉車喔 我從早上七點多開始坐車 轉車到現在要到碼頭 我預計喔大概會花個四個小時左右 其實是會比較花時間的 不用騎那麼久的車 因為你旅途回來的時候你會非常的累 那累的話你還要再騎車回去 就有點不是那麼的舒適 已經可以看到碼頭啦 應該就是前面這個地方啦 我們終於來到了小琉球啦 那剛剛因為到了的時候 差不多是十二點吃飯的時間啦 所以我先去簡單的去超商啊 解決了一下中餐的部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迷路 我先開始去找我的民宿喔 找不到 結果放棄喔 不想浪費時間啦 晚一點再去找 然後呢 我本來想要去一個潮間帶喔 但是也是迷路 也找不到 然後就繼續往下走 一直迷路一直迷路 最後找到了那個欠女台 那欠女台的部分我覺得太多人了 所以我就趕快離開了 而且那邊的景色也覺得還好 所以呢 我就繼續往下騎了 騎到這個地方呢 這個應該是紅番石 我覺得這裡的景色應該還蠻適合做一個 飛空拍機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稍微 飛一下空拍機好了 Minh喵 Tame F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個景點就是我們的百年老榕樹 那這裡旁邊會有一條小道可以走上去 帶各位上去看一下 剛剛浮潛那邊 然後我們現在在他的山上 那這邊過來大概兩分鐘吧 兩分鐘還是三分鐘而已 百年老榕樹 走上來的景色就是像這樣子啦 各位 這個白燈塔 就真的只是 白燈塔 看一個燈塔而已 小琉球好像沒有玩水 真的不知道來幹嘛 景點都是 一小撮一小撮的 好 沒關係我們再去下一個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應該可以看比較久 逛比較久的景點 然後是我們的 烏鬼洞 烏鬼洞 那他這邊的門票是120塊 你到每一個景點只要買一次 然後你其他的山豬洞啊 或者是美人洞 這些都可以進去參觀 好我們已經買票進去裡面參觀 可以暫停地 看一下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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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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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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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